大家好 今天想要分享一下 上完這個魚式游泳的一些心得 然後我接觸魚式游泳之前 我可以游到1500公尺 可是時間大概是要接近45分鐘 然後游玩 整個過程其實是蠻累的 原因可能就是身體太沉換氣 然後接著導致換氣可能成功率不是這麼高 然後在接觸魚式游泳這次堂課之後 目前我可以很穩定的 在1500公尺大概都是37分鐘 37、38分鐘 然後整個的心率的控制 遊玩1500公尺是不會有太疲倦的感覺 甚至上個月就接著一口氣游了3000 然後在3000的配速其實也都是很穩定的 甚至到最後2500公尺都還可以再加速 所以3000公尺可以游在80分鐘左右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當然自己覺得比較明顯的差異很久在這邊 那當然在科堂中像教練教的一些 比較細節的比如說恢復的動作 那其實是的確有幫助於 比如說對我的整個游泳的效率 有很蠻明顯的提升 包含平衡的幫助 腳不太沉的幫助 那進而就是可以省力 然後可以增加速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影片上在網路上 可能是沒有辦法學到這個精髓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我目前來講 最大的一個收入 那當然後續接著可能還有很多 還要在學習的地方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以後游泳的一個目標 所以大概就是我接觸這個魚式游泳試堂課的一個心得 所以我覺得魚式游泳是適合 第一個適合推薦給成人 因為我之前也接觸過房間一般的游泳課 那其實試堂課上完其實是很掙扎的遊玩50公尺 那我覺得說像看了其他學員 可能是沒有游泳基礎的 然後一起上課 那發現他們也可以輕鬆的 在這個十堂課之後 都可以突破到四百五百 那這是別人的紀念 那我自己本身我是覺得說 對我的整個游泳的效率提升是蠻顯著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魚式游泳的確是蠻適合 像我們這種本身運動條件不是這麼好的成年人 可以值得就是很值得投資的一個游泳學習過動